爸爸病了 其实从6月27号到7月11号 我爸爸住院动手术了 还有从7月30号开始 爸爸大概还要住一个星期的院动手术 而后再过上三个月 还要再次住院动手术 这是日本人学生李湘女士 这个星期上课时的作文 之所以她在作文一开头就说 其实是因为她上个星期 还给我家门口放了一大包 她父亲菜园子里采摘的黄瓜西红柿 当时我给她发信息 感谢她父亲时 并不知道她父亲生病了 李湘的父亲退休后 租了一块地种菜 既锻炼身体 又可以收获新鲜健康的蔬菜 李湘在工作之余 除了爱学汉语 还是一名很棒的马拉松 长跑爱好者 这么多年 我虽然没有见过她父母的面 却吃过不少她父亲种的菜 尤其在新冠病毒流行的这三年多 她总是把蔬菜放在我家门外 再发信息通知我 真的非常感谢她们一家 现在无论是日本还是中国 老龄化社会问题越来越严峻 如何去面对 读了李湘女士的这篇作文 让我的内心感到非常的温暖 可以看出她真是一位 善良孝顺的好女儿 因此我想把她的作文分享给大家 作文的题目是 爸爸病了 其实从6月27号到7月11号 我爸爸住院动手术了 还有从7月30号开始 爸爸大概还要住一个星期的院 动手术 而后再过三个月 还要再次住院动手术 以前爸爸头疼 去医院接受了各种各样的检查 结果发现 他的脖子和心脏的血管变细了 导致这样问题的最大原因 是吸烟和喝酒 以前爸爸又吸烟又喝酒 还有到现在为止 虽然戒烟了 但还爱喝酒 不过爸爸的身体一直很好 从来没有生过大病 所以这次的手术 让她受到了很大的打击 当然我和妈妈在精神上 也同样受到了打击 不过从另一方面讲 我觉得能及早发现病情 也算是好事 不然的话 爸爸有可能会发生 脑梗塞 心梗塞 医院的医生和护士都很好 所以我对他们非常信赖 爸爸第一次去手术室的时候 他突然变得像一个孩子似的 让我百感焦急 热泪盈眶 还好 手术中爸爸很坚强 手术很成功 手术后 我和妈妈能马上见到爸爸 看到他很清醒 让我们感到很放心 不过 现在新冠病毒的流行 还没有完全结束 所以医院的面会时间 还有限制 一个星期四次 一次二十分钟 只能一个人去 我和妈妈尽量去面会 每次我下班后 开车带着妈妈去医院 到了那里 我就在医院的大厅等妈妈 爸爸和妈妈关系很 所以我觉得面会 还是让妈妈去比我去更好 每次妈妈和爸爸聊天二十分钟 看样子 他们聊得很好 听妈妈说 爸爸常常抱怨 医院的饭不好吃 没办法 医院又不是餐厅 其实到现在为止 我对医院的事情知道的很少 不知道住院 医疗保险等等的手续怎么办 可是妈妈老了 这些手续都得我来办 虽然觉得很麻烦 但反过来想 这也是人生经验的一部分 现在爸爸出院住在家里 虽然爸爸喜欢喝酒 也许是遗传 我也爱喝酒 可是医生对他说 请别喝酒 爸爸忍耐着不喝酒 因此我在家 也只好忍耐着不喝酒 可是我觉得爸爸有些可怜 于是我在网上查 好喝的五酒精啤酒 到现在为止 我没有喝过五酒精啤酒 可是我知道有五酒精啤酒 听说日本生产的五酒精啤酒 也很好 但是德国生产的口感更好 据说生产的流程不一样 现在的时代 可以轻松买到德国生产的五酒精啤酒 在我家附近的超市 就有卖德国生产的五酒精啤酒 所以我买这种五酒精啤酒 陪着爸爸喝 我觉得非常好 爸爸妈妈上了年纪 最近他们无法做到的事情 一天天在增加 我得想办法找窍门 让父母的生活过得更好 更安心 二零二三年七月二十五日 李香 感谢您的收听收看 那么下次再见 感谢您的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